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联国宏老师 上一个单元我们讲述了三项变压器以及它的等效电路 并且也阐述了DeltaY以及YDelta之间的转换 在这个单元我们会特别针对DeltaY以及YDelta变压器来做计算的说明 另外我们也会讲到自偶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以及相关的计算 最后我们会详细解说几个变压器的实验 并且实际接线给同学看 那么相信同学看完这些单元一定可以能自己来做这些实验 各位同学如果你准备好的话 就和我们一起进入这个单元学习吧 本单元的学习目标与大纲 4.1我们会对变压器的立体4.1来做计算跟说明 4.2我们会做立体4.2 4.3我们会做立体4.3 4.4我们会讲述自偶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4.5我们会做变压器的急性实验 4.6我们会做变压器的开短路实验 4.7我们会讲变压器的负载实验 4.8我们会做变压器的温生实验 最后我们会做自偶变压器的实验 各位同学在这个小节我们会讲述YΔ变压器的计算 那么各位同学如果准备好的话 我们就一起进入这个单元学习吧 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4-1的立体 那么下图所示的电路呢 我们有三台的单向50kVA 那么ratio是2400比240 那么这三个变压器呢 会把它接成YΔ 那这变压器呢 它的等效的漏阻抗呢 为1.42加上J1.82Ω 那这个是换算至高压测 那么如果我们负载在额定电流下 那么供应为0.8落后 那我们要求负载的端电压 那同学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这个图 我们看到我们的source 我们的电压源 4160线对线 那么我们的溃线呢 在变压器Y的部分呢 我们的溃线是0.22加上J0.9Ω 那么在JΔ部分的这个溃线呢 是0.0006加上J0.003Ω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溃线呢 会接到我们的三项的负载 那首先呢 我们把二次溃线的这个主抗呢 我们把它转换到一次测 那我们的计算呢 基本上就是0.0006加上J0.003乘上 我们的turn ratio 那这里我们的turn ratio是2400除以240 再除以根号3 那这个我们在第三个单元有讲过 如果是YΔ转换的话 这个turn ratio会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的这个turn ratio 经过转换以后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的二次测的这个溃线 交付到一次测 那就会是等于0.18加上J0.9Ω 好 那所以我们的一项的等效电路 那么就会如投影片所示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source 那VS 那线对线把它变成 这个Line to Neutral的电压 那我们接到我们的这个溃线 那么再接到我们的变压器 那么再接到我们二次溃线 那么等效到一次测溃线的主抗 那刚刚算出来是0.18加上J乘上0.9Ω 然后呢我们的负载呢 也交付到我们的一次测 所以我们这边会写VL' 我们可以算我们的额定的电流 那额定电流就是我们的四载功率 再除以我们的电压 那这边我们可以算出来是20.83A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我们的角度是36.87度 那我们的整个的Total的impedance ZTotal 就会等于ZTL1加上ZTR加上Z'TL2 这里的ZTL1就是我们刚刚讲的Y侧的这个溃线的主抗 那么ZTR代表Transformer的这个主抗 那么ZTL2就代表我们二次测 那么交付到一次测的这个等效的这个主抗 就是Z'TL2 好那我们把它加起来以后呢 我们会得到是4.052 那么角度是63.31度Ω 那所以如果我们以负载测电压V'L为基准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我们的Vs就会等于V'L加上I'RATED乘上ZTOTAL 那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值把它带进去 那么Vs是2400角度我们不知道 我们把它设成β 那么V'L我们是负载 那以它为基准 所以换句话说它的角度是零度 那么I'RATED刚刚有算出来ZTOTAL也算出来 那所以我们把它相乘 那这样的话就会得到2400角度β等于V'L加上84.4 那么角度26.44度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把左边的虚部跟右边的虚部相等 那么左边的实部呢 跟右边的实部相等来去找这些未知数 所以如果我们把左边的虚部等于右边的虚部的话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2400sine的β会等于84.4 sine的26.44度 那由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我们β是等于0.897度 那我们这边呢 如果把实部呢 的左边的实部跟右边的实部相等的话呢 我们就算出来我们的V'L会等于2400cos的0.897度 减掉84.4 cos的26.44度 那么这边得到是2324V 那负载的端电压呢 刚刚算出来的是Line to Neutral的电压 那如果我们把它交付到我们的二次侧 那我们就会乘一个Turn Ratio 这里的Turn Ratio是240除以更号3 再除以2400 那但是呢 我们要再把它转换到Line to Line的电压 那所以会再乘一个更号3 那所以就会得到232.4V 本小节的重点 那就是当我们在做YDelta变压器的运算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更号3的关系 那这边 老师再帮各位同学review一下 我们这边的Turn Ratio 可以把等效成N1比上N2除以更号3 那各位同学 以上是这个小节所要交给大家的内容 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一起进入下一个小节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